越野哥说电影专注好电影 大家好,我是越哥 加拿大迪格比骏住着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他叫莫蒂,生来就患有关节炎 身体上的残疾把他禁锢在家里 莫蒂只能通过一扇扇窗户去探寻外面的世界 他没什么爱好,唯独很喜欢画画 在莫蒂看来,窗外的景色看似千篇一律 实则另有乾坤 母亲去世后把家里的老房子留给了哥哥 哥哥自作主张卖掉了房子 然后把莫蒂扔在了姨妈家 干脆利落地甩掉了这个包袱 哥哥离开时,莫蒂跌跌撞撞地追着他 祈求他不要抛弃自己 但哥哥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其实姨妈也不喜欢莫蒂 他之所以答应照顾外申女 只是因为哥哥答应会支付给他一笔钱 这些事莫蒂都明白 但他寄人了一下,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等待他的只有做不完的家务和压抑的房间 这天莫蒂偶然遇见一个男人在招女佣 他想都没想就扯下了招聘启事 一蹶一拐地来到男人家 男人名叫埃弗雷特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现在一个人住在郊区的小屋里 他靠捕鱼为生 平时也会做些杂活 莫蒂和埃弗雷特的第一次交谈并不愉快 埃弗雷特觉得莫蒂是个瘸子 干活肯定不利索 他说自己是在找保姆 而不是要给别人当保姆 说完就要赶莫蒂离开 莫蒂自嘲的说 等会儿回去 那些孩子又要吵我认识死了 埃弗雷特问他为什么 莫蒂说 总有人看不惯别人的与众不同 虽然埃弗雷特不打算拼用莫蒂 但听他这么说 还是送了他一程 过了几天 埃弗雷特和孤儿院院长说起了这件事 从告示张贴到现在 只有莫蒂一个人前来面试 院长说 如果有人来应聘 那就录用他们吧 埃弗雷特想了想 决定把莫蒂接回家 听说自己被聘用了 莫蒂很高兴 收拾行李时 姨妈威胁他说 如果你走了 就再也不想回来 可莫蒂没有半分犹豫 拎着箱子就离开了 埃弗雷特的家很小 只有一间屋子和一个小阁楼 由于没有多余的空间 两人只能挤在一张床上 莫蒂每天需要做的工作 就是打扫卫生洗衣做饭 还有喂鸡喂狗 其实这份工作并不难 难的是和埃弗雷特相处 埃弗雷特人高马大 脾气暴躁 镇上的人都不太喜欢他 莫蒂来的第一天 还不熟悉埃弗雷特的脾气 等他晚上回来 发现莫蒂没有认真干活 就毫不留情的 连人带行李将他赶了出去 可莫蒂根本无处可去 第二天一大早 他又回到了这里 拖地做饭 竭尽全力的讨好埃弗雷特 看着跪在地上打扫卫生的莫蒂 埃弗雷特心软了 就这样 莫蒂在这里安顿了下来 埃弗雷特告诉莫蒂 在这个家里 我排第一 狗排第二 鸡排第三 最后才是你 他要求莫蒂完全听从命令 好好服侍自己 虽然埃弗雷特这样说 但莫蒂觉得 他并不是坏人 不然第一次见面时 他也不会护送他回家 莫蒂从没有放弃过 与埃弗雷特亲近 几个月过去了 莫蒂住在埃弗雷特家的消息 传遍了小镇 大家都说 莫蒂被埃弗雷特 关在家里当情人 就连姨妈也说 莫蒂的存在让他颜面尽失 面对众人的嘲笑 莫蒂并不生气 他甚至萌生出了 和埃弗雷特 组建家庭的想法 但埃弗雷特并没有这个打算 他是不找女人喜欢 但也不会随便找一个 白天埃弗雷特不在家 整间屋子都属于莫蒂一个人 莫蒂最喜欢坐在窗边 观察着被禁锢在窗框中的世界 那些景象看似镜子 实则变幻莫测 就像莫蒂被禁锢的一生 虽然寂静 但依旧能够绽放出美丽的色彩 他开始将自己看到的景色 画在墙上 楼梯上 窗户上 镜子上 而这个破旧的小屋 也因为有了莫蒂的画 变得绚丽多彩 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可埃弗雷特并不懂画 甚至把小鸟当成了精灵 他告诉莫蒂 除了自己放东西的角落 其他地方都可以任由莫蒂发挥 朝夕相处间 埃弗雷特的包容心也在不断成长 这天 莫蒂正在屋里画画 一个名叫桑德拉的女人 来找埃弗雷特心思问罪 偶然间 桑德拉注意到了墙上的画 他对这些充满童真的画 产生了兴趣 两人一见如故 很快就成为了朋友 埃弗雷特回到家后 莫蒂提议说 你应该养成记账的习惯 这样就不会忘记客户的订单 慢慢的 莫蒂成了埃弗雷特的搭档 埃弗雷特负责卖鱼 莫蒂负责记账 与此同时 桑德拉也开始找莫蒂订话 莫蒂有了属于自己的工作 他开始沉浸在创作之中 可这样一来 他就没时间做家务了 埃弗雷特虽然嘴上说着 如果莫蒂不干活就滚蛋 但他却会在莫蒂画画时 自己把房间打扫一遍 还会为他买来隔绝蚊虫的沙门 莫蒂的颜料用完了 埃弗雷特也会给他带几罐回来 埃弗雷特的内心其实很纠结 他忍不住的想对莫蒂好 忍不住的想要照顾他 但他也想坚守自己在家里的地位 更糟糕的是 由于两人每天都睡在一起 埃弗雷特开始有了性冲动 但莫蒂并不想这样 不明不白的生活 他说如果你想要做这件事 那我们就结婚吧 我不想重蹈覆辙 莫蒂告诉埃弗雷特 他曾经生下过一个孩子 但却是个畸形儿 刚生下来就死了 哥哥和姨妈趁他睡着时 把孩子埋了 听到这些事 埃弗雷特顿时就没了兴致 他默默地躺了回去 若有所思 他不想结婚 因为一旦结婚 在这个家里 莫蒂就彻底跟他平起平坐了 两人就这样尴尬地僵持着 在某个傍晚 他们进行了一次生谈 莫蒂说 我们住在一起 睡在一起 那我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就像大多数人那样 埃弗雷特说 我不喜欢大多数的人 莫蒂回击道 他们也不喜欢你 他顿了顿又说 但我喜欢你 清冷的暮色中 莫蒂的话 如蒲公英一般 轻轻地落在了 埃弗雷特的耳边 温暖了他那颗 孤独闭色的心 第二天 埃弗雷特穿上了 整齐的西装 莫蒂换上了漂亮的裙子 简单的仪式过后 两人正式结为夫妻 霞光绚丽 绿草色青 埃弗雷特推着板车 带莫蒂回家 两人的笑容 舒展成一道 靓丽的风景 晚上 他们在温暖的灯光下 翩翩起舞 莫蒂赤脚踩在 埃弗雷特的鞋子上 他说 我们两个就像是 两只落单的袜子 埃弗雷特自嘲地说 我是拉长了 变了形的那只 上面还有很多洞 莫蒂说 那我就是一只 单调的白色棉袜 但埃弗雷特却不赞同 不 你是宝蓝色的 镶嵌着金丝雀的那只 两人的婚后生活 很幸福 莫蒂开始尝试 出售自己的画作 不久后 桑德拉把莫蒂的话 带回了纽约 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莫蒂名声大噪 上了包子 这个偏僻的小屋 变得越来越热闹 各界人士 纷纷前来 一探究竟 就连尼克松都曾 给莫蒂写信求话 面对世人的追捧 莫蒂从来没有骄傲过 他的每幅画上 都写着他和埃弗雷特的名字 他对丈夫说 我们是搭档 这些话当然有你的一份 这天 电视台来莫蒂家里采访 埃弗雷特也被拍进了画面里 他活了大半辈子 根本不懂逢场作戏那一套 结果电视节目播出时 莫蒂成了甜美可人的画家 而他却成了自私刻薄的丈夫 众人开始对埃弗雷特议论纷纷 他们从未参与过两人的生活 却似乎比谁都懂得 夫妻之间应该怎么做 重口硕金 就连埃弗雷特自己也开始怀疑 他是不是真的成了莫蒂的累赘 这天 埃弗雷特遇见了莫蒂的姨妈 姨妈对他说 我在电视里看到你了 你是运气好才遇见了他 告诉莫蒂让他来见我 听着姨妈讽刺的语气 埃弗雷特憋了一肚子的火 回家后 莫蒂听说这个消息 就挑选了一幅画 想去看望姨妈 但埃弗雷特却不愿意开车带她去 她很愤怒 她不想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莫蒂虽然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 但却也被埃弗雷特的气话激怒了 她赌气地说 我不需要你 我自己走去 可病痛早已压得莫蒂直不起身 崎岖不平的小路上 她一瘸一拐地走着 身影倔强又孤单 姨妈为人刻薄 晚年生活更是无依无靠 莫蒂的到来 让她体会到了久违的亲情 姨妈告诉莫蒂 其实你女儿并没有死 我和你哥哥觉得你无法养活那个孩子 所以偷偷把她卖给了一户好人家 莫蒂颤抖着双唇 不敢相信地听着这个残忍的消息 她一瘸一拐地朝家走去 仿佛瞬间苍老了十岁 这时埃弗雷特开着车来接她 草归草 她最终还是放心不下棋子 埃弗雷特想和莫蒂说些心里话 可莫蒂刚刚遭受过打击 两人没说两句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莫蒂想对埃弗雷特倾诉关于女儿的事 但一开口就被打断了 埃弗雷特说 自从你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我的生活就充满了痛苦 没有你我能过得更好 她怕莫蒂会抛下她 所以选择了先发之人 莫蒂被她的话伤透了心 她打算离开 埃弗雷特口是心非地说 你要走吗 那我可真是解脱了 可回答她的 只有风声和莫蒂微不可闻的哭声 莫蒂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只好去了桑德拉那里 为了让莫蒂开心 桑德拉问她 你能教我画画吗 莫蒂告诉桑德拉 画画是不能教的 只要你想画 你自然就能画出来了 其实我想要的并不多 一支画笔就足够了 说完莫蒂望向窗外 福生万物都已被框成了一幅画 就像她的一生 那么美丽 那么悲凉 此时 失去了莫蒂的埃弗雷特 灵魂仿佛被抽空 小镇的景色 虽然与昨日无异 但却失去了所有的色彩 终于埃弗雷特最先 忍不住了 她来到桑德拉家 请莫蒂回去 这个死要面子的男人 第一次放下了固执 她对莫蒂说 我不想让你离开我 莫蒂反问道 我为什么要离开你 你给了我想要的一切 再也没有人比你对我更好了 说着说着 两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可从桑德拉家出来后 埃弗雷特并没有带莫蒂回家 而是开车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原来在莫蒂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埃弗雷特找到了收养他女儿的人家 莫蒂勾露着身体倚靠在车旁 小心翼翼地盯着那栋房子 接着她看见一个小姑娘走了出来 她被照顾得很好 长成了活泼又漂亮的天使 莫蒂远远地看着 直到女儿走进房子 她都没有上前大声招呼 只要她过得好 那就足够了 相不相认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如果孩子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她也会很痛苦吧 时光仍然秋去东来 莫蒂依旧在不停地画画 寒冷侵蚀着她的身体 终于有一天 莫蒂摔倒在了雪地里 医生说 由于莫蒂一直没有戒烟 她患上了很严重的肺气肿 再加上关节炎加重 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医生走后 埃弗雷特为莫蒂端来一杯茶 莫蒂说 或许你应该再多养几只狗 埃弗雷特说 我不需要狗 我已经有你了 说完 她粗糙的大手 温柔地抚摸着莫蒂的睡发 时光仍然 两人都在逐渐老去 唯有这份真挚的感情 坚固又温暖 没过多久 疼痛彻底打败了莫蒂 在某个寂静的血液 莫蒂痛苦地呻吟着 然后瘫倒在了埃弗雷特的怀里 埃弗雷特连夜带着莫蒂前往医院 看着妻子被推进急诊室 她慌乱的表情 与额前的白发相互映衬 脸色更显苍白 莫蒂已经不可能再走出医院了 埃弗雷特没日没夜地陪在她身边 不断地责备自己 为何没能对她更好一些 莫蒂让埃弗雷特靠近自己 她虚弱却幸福地说 我是被爱着的 说完 她慢慢停止了呼吸 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 今世的阳光中 埃弗雷特孤身一人走出医院 她习惯性地驻足凝望 四周却再也没有那个勾搂的身影 房间里处处都是莫蒂留下的痕迹 她的英容笑貌 不断浮现在埃弗雷特的眼前 而那些色彩斑斓的话 将代替莫蒂 陪伴埃弗雷特 孤寂的晚年 埃弗雷特翻看着莫蒂的遗物 在一个铁盒里 她发现了那张招聘启事 这么多年 莫蒂一直保留着她 随后埃弗雷特走出门 收回了卖画的招牌 这间小屋不会再有人来 从今往后只属于她和莫蒂 埃弗雷特轻轻关上门 小屋陷入一片昏暗 唯独那扇窗 依旧透进已失温软的光 莫蒂是艾斯林沃斯之道 2017年上映的作品 影片根据加拿大著名的 民间艺术画家 莫蒂的《真人真事》改编而成 她也是豆瓣2017年度冷门加片 排名第一的电影 这不是俊男美女虚假的爱情表演 这是真真切切的爱情故事 莫蒂和埃弗雷特 他们都是挣扎在社会和生活边缘的怪胎 一个是身患重病的丑女 一个是性格怪异的野人 他们的爱情和他们的生活一样 寒酸的不成样子 然而就是这样一对恋人 却活成了令人艳羡的神仙眷侣 我想莫蒂一定有一双洞察万物的眼睛 所以才能在生活的废墟中 找到闪光的东西 她的话温暖的妖艳 就像她眼中这个美好的世界 她只画她记忆里美好的事物 原谅这世界的不美好 在人生的最后一刻 莫蒂说 我是被爱着的 人活一世 有多少人能够笑着说出这句话呢 常常听到年轻人感慨 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可你看 他们眼里充满了焦虑 惩怒 沮丧 以及浮躁 这个世界的恶意 很轻易的就击垮了他们 其实他们并不是想要爱这个世界 他们只是想要索取 真正想要爱这个世界的人 就会像莫蒂那样 在这个薄情的世界里 深情地活着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 关注 点赞 加收藏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